十九 家乡的萝卜饼 家乡 萝卜 怀念 色彩 想念 清 紫 赏心悦目 斑 清淡 可口 夸 橘子 梨 炒 煮 油炸 切 撕 搅拌 均匀 原料 杆 薄 折叠 透明 磷 圈 烫 盖 预防 糊 文火 文 衬 口味 家乡的萝卜饼 家乡的众多美食中 萝卜饼是最让我怀念的 它那丰富的色彩 微甜的口感 至今仍让我十分想念 家乡的萝卜 有青 红 紫 三种 三种萝卜看起来赏心悦目 吃起来 青的甜中带点辣 红的 辣中带着甜 紫的 像山泉般清淡可口 父老乡亲们夸他说 橘子 葡萄 梨 比不上咱的萝卜皮 而萝卜饼就是用这三种颜色的萝卜做成的 萝卜饼的做法极其简单 既不必炒或煮 也不用油炸 先把三色萝卜写净切丝 放入油盐等 用筷子搅拌均匀 萝卜饼的原料便做成了 最关键的功夫是擀面 高手往往把面擀得薄如白纸 拌好的萝卜丝 铺到饼上后 得再折叠两三次 要求饼熟之后 表皮是透明的 能透过表皮 看见萝卜丝 最后用刀切成块状 饼便做好了 接下来 拿一个平底锅 先在锅里淋一圈油 待油锅烫手时 将切好的萝卜饼 一块一块地放进锅里 盖锅前需放进一些温水 预防糊底 火最好用纹火 等能闻到香味时 便可开锅了 萝卜饼要趁热吃 喜欢口味重的 还可以加少许酱油和醋 刚出锅的萝卜饼 香味扑鼻 外焦里嫩 吃上一口 便让人永远忘不了 如今 美食家们 对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他们不仅要观色 闻香 肠胃赏形 而且还要求食物 具有养生方面的特色 我想 家乡的萝卜饼 完全具备这几个方面的条件 人们不是常说吗 鱼生火 肉生痰 青菜萝卜 饱平安 养生的功能 让我更加喜爱他 让我更加喜爱他了 斑 紫的像山泉般清淡可口 说起那段往事 他的脸上露出了阳光般的笑容 望着爸爸远去的背影 我的眼泪雨点般不停地往下掉 他在下半场的进球 为球队赢得了一场 像金子一样宝贵的胜利 书法大赛开办以来 全国各地的参赛作品 雪片似的飞来 这时 从远处传来了孩子们 一阵阵仿佛银铃一样 清脆的笑声 你们到各地去旅游 一定会增加对中国的了解 老话说 百文不如一见 邻居们闻声赶来 纷纷跳入水中 救起了落水的小海 时隔多年再来这里 所到之处 所见所闻 无不给人一种新鲜感 假期里 他常带孩子们到世界各地旅行 增长他们的见闻 火最好用纹火 等能闻到香味时 便可开锅了 他把壶盖打开 闻了闻 原来是酒 一进村口 我们就闻到了 清风送来的 浓浓的玫瑰花香 说起他到上海留学的事 还真有一段奇闻趣事呢 对人们的种种批评 他采取了听而不闻的态度 趁着这几天休息 我们去看看房子吧 趁电影还没开始 我们去买两瓶矿泉水 萝卜饼 要趁热吃 喜欢口味重的 还可以加少许酱油和醋 李老师退休了 天音了 工作这么稳定 你又干得不错 怎么会想到辞职呢 丰富一下自己的经历 切蛋糕 切菜 切肉 预防中毒 预防疾病 预防感冒 预防灾害 美丽的色彩 时代的色彩 神秘的色彩 主观的色彩 感情色彩 民族色彩 喜剧色彩 中国的特色 作品的特色 共同的特色 基本的特色 主要的特色 搅拌均匀 翻炒均匀 烫红 烫熟 烫软 烫破 盖好 盖盐 盖紧 盖上盖子 炒 炒好 煮好 炸好 好 熟 烂 透 分布均匀 呼吸均匀 色彩鲜艳 色彩丰富 色彩强烈 色彩明显 每当回忆起小学时代的学生生活 每当回忆起小学时代的学习生活 我最怀念 想念的人就是刘老师 刘教授非常怀念年轻时在国外留学的那段生活 女儿告诉我 她很想念出差的爸爸 从文章中我们读到了先生对去世的母亲的怀念 每到春节 我就格外想念家乡的一草一木 在南方的时候 我总是想念北方雪花飘飘的美景 在国外工作的那段时间 她时时刻刻都在想念着家人 一阵清风送来桂花的清香 令我想念起自己的家乡 在楼房里住了十多年后 老李却开始怀念起住在四合院里的生活 也许是药物的作用 这一夜她平安地度过了 最后我们用酱油 白糖 味精等做成汁 均匀地浇在鸡肉上就做好了 饭菜很清淡也很平常 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请你给我们推荐几个 你们这儿的特色菜吧 研究发现 常吃胡萝卜能起到保护眼睛 预防近视的效果 此菜的特点是 但也不是没有道理 等我们从天津回来时才听说她出国的事 了解李扬的人都说 李扬最大的特点就是胆大 赶杆 烫手 闻味道 炒肉丝煮饺子 口味清淡 色彩丰富 玻璃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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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龙井茶是绿茶 冲泡三四遍后 颜色和味道就变淡了 这种鲜牛奶 保制期只有四天 这袋已经过期好几天了 你下班时顺路带点零食吧 明天去公园玩 莉莉肯定会要的 湖南长沙当地 有种用豆腐制作的美食 看上去黑黑的 闻着也有股臭味 但吃起来味道棒极了 中国有句话叫民以食歪天 意思是说 饮食对老百姓来说 是天大的事 非常重要 中国人重视饮食 烹饪不仅是一种技术 也是一门艺术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各地区的自然环境 生活方式 风俗习惯等 有很大差别 因而在饮食上 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风味 有人说 一个人最难改变的 就是他的口味 所以 要想了解一个地方的人 你必须先了解他们的胃 如果你正在中国留学或旅行 那就请你去吃吃当地的美食吧 你不仅可以尝到各种美食 更可以感受到 生活在那里的中国人的五味人生 中国菜 你喜欢什么口味的菜 不喜欢什么味道的菜 你比较喜欢哪些中国菜 你学过做中国菜吗 学的是什么菜 你能介绍一下 这个菜是怎么做的吗